大家好,又跟大家見面囉! 我是廣春食品有限公司的吧台產品應用師,我叫資君 很高興大家再次收看我們悠閒湖第二期的台灣網紅分析節目 那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是一家超級厲害,排隊人潮若育不絕 位於台北東區的一家網紅店叫做涼成吉時 它是一位台灣搞笑藝人開的店喔 店裡面打造了許多年輕人喜歡的元素在裡面 那當然除了飲料好喝的基本條件之外呢 他們還對杯子的外型下了很大的功夫 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設計喔 那涼成吉時跟一般的奶茶店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覺得它是一家非常客製化的奶茶店 除了一般台灣奶茶店會問的冰塊甜度調整之外呢 店裡還提供了三種鮮奶給消費者做選擇喔 消費者可以依據自己喜歡的口味去做搭配 有口感淡雅的、清新的、濃郁的 輕輕鬆鬆就可以創造出豐富多元又屬於自己的專屬飲料喔 那除了鮮奶之外呢 老闆還從各國各地找來了很多很好的茶葉 像是從印度、英國、西蘭卡 那當然還有跟台灣本地茶農合作的手工茶 就是要讓大家喝到各地方的好茶喔 那除此之外呢店裡還提供了手工珍珠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真正有誠意又安全衛生的茶飲 那我們可以從菜單上看到很多菜單的名字 都非常的有創意跟搞笑喔 果然非常符合一位台灣藝人開的店喔 像是惠卡牙縫的蜂蜜飲 倒楣香蕉被切片 還有愛情動作草莓牛奶 那我們今天要給大家製作的呢 就是愛情動作草莓牛奶這一款爆品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開始製作吧 好那現在給大家製作的是 我們的一個愛情動作草莓牛奶 那使用到的機器設備的話 是有我們的一台冰沙機 那使用到的材料的話呢 有我們的一個香草奶洗粉 跟我們的一個草莓果泥 還有冰塊跟鮮奶 以及我們的一個新鮮草莓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就開始加入我們的一個香草奶洗粉 然後呢加入我們的一個草莓果泥 還有我們的一個冰塊 還有我們的一個鮮奶 如果需要增加我們的新鮮感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再加入一些新鮮的草莓 到我們的冰沙機裡面 然後我們就開始製作 然後我們就把打完的冰沙 加入到我們的一個飲料杯中 那我們最後呢可以加入我們一些新鮮草莓去做裝飾 好那我們的愛情動作草莓牛奶就完成囉 那很高興大家收看我們這一次的 悠閒湖台灣網紅分析店 那如果大家對於產品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那謝謝大家下一次再見囉 貼壁的部分呢大家可以就是 主要的技巧就是把我們的一個水果切成一個薄片 然後呢去貼我們的一個杯子 然後去擠壓它的空氣 這樣它就會很緊實 大家好 我在台灣人 今天我想讓大家好飲料 聽有嗎 可以開始嗎